欢迎大家回到澳门电台EP32 我们今集又来讲一下感情报告 主题就是老婆老公有外遇 讲一讲之前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的IG 开了一个叫澳门感情电台 上面有的 专业是澳门人感情烦恼发泄的平台 无论你是前任、现任、后任、男还是女都可以投稿 但是放线、尋人表白那些就去其他平台 因为这里主要是分享你本人的爱情故事 大家去follow下我们的IG 不投稿都吃花生 我们开始讲这个post 这是一个男事主 男是35岁 就是一名公司的中层 日常上班时间很长 晚上回家已经是晚上10点了 就有一名妻子 应该每个人都大概只有一名妻子 应该没人有多名妻子 多名妻子 他比较书面语 分后已经五年了 即是结婚五年了 没有小朋友的 日常我也很专注工作 星期六天都会约朋友一起做运动 跟老婆相处都觉得很正常 不过我们是无犯夫妻 他无犯是没有煮饭的无犯 多数都是去我妈妈家一起吃饭 最近发现老婆有外遇 转得这么快? 突然发现他老婆有外遇 炒饭 不是捉奸在床那种 是有一次一起看电视 他去了厕所 我就看到他手机 跟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聊天 内容也有说有笑 还会用一些很有趣的贴图 有些是用自己的样子做贴图 看到我这里有点火气 因为日常微信对话 不要说表情符号 我连他自己的样子的贴图都没有见过 当时我没有拾足证据 所以没有摊牌 我认识他已经给了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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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有些事情去麻醉自己 他這個說法也... 泰姆是麻醉自己? 還是他想找女兒麻醉自己? 他覺得可能有一點報復 他的心理會平衡一點 可能是,然後說下去 誰知道真的被我發現有個女同事 有時候對我都很恩強 我就試試約他 誰知道他很快就答應 我們未發展到有性關係 不過我想就快就可以了 但是我發現老婆有些轉變 微信也會對我發一些貼圖 看來他事主中很喜歡這些貼圖 然後我就想是不是老婆 不再跟那個男子經計 我趁他洗澡的時候查一下他的手機 結果真的找不到那個男人的微信 我連搜索也搜索不到 上次有影帝 所以都知道那個男人的微信 我一開始都不太相信 可能他們轉了不用微信 用其他apps 不過時間有限 我就分幾天去查 無論iPad、iPhone都沒有 電腦密碼也不知道 所以查不到 所以現在沒有十成 也有五成 相信這個老婆已經回歸了 站好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但是我還跟女同事走賣 現在倒轉 好像我給了母的老婆 但是現在也不太像 你是有給的 好了 我應不應該又跟女同事斷絕關係 但又好像很浪費 哈哈哈哈 你浪費了些什麼 OK 差不多到了開放階段 但是一開始了 好像更加泥足深陷 唉 很煩 不知道怎樣選好 就是這樣 這個帖子 大家怎麼看 到底有沒有這麼煩呢 問問問大家 如果給了你的話 你們會不會繼續跟那個女生 就是保持住那段關係 就是 我準備和她開放 要先開放 不要浪費 喂 但我首先想說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老婆是這樣 我未必有這麼的心情 去搞這些事情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 查一下這件事 我會很心急 想搞清楚這件事 是不是這樣 好像我這樣想 他派簿給我 我未必會 可能和每個人不同 你們會不會用這件事 麻醉自己 先拿回平衡 大家先不要執書 輸淫輸陣 是的 你一頂帖 我都先一頂 大家一陣子 有得 細分力滴 哈哈哈哈 但我另一方面 我挺佩服她的 可以在短時間找 另一頂帖 給她老婆戴一下 其實她老婆給她戴 也不是突然之間 只是慢慢培養 她能夠 她能夠這麼快找到頂帖 證明 可能男士主平時 都是有她自己的長處 有她自己的長處 或者是在公司培養到其他種子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她本身也有少少上帽 她本身也留意著 只不過現在給了藉口 對 是 就是給了一個引爆點 她可以 你既然這樣 我就去馬 可能我還在想 這位女同事 我只是問一下 純粹問一下 你們會否建議她 可以繼續跟她老婆和好 然後繼續跟女同事發生關係 嗯 你覺得呢 在於我的立場是不建議的 不建議 不建議 她繼續跟女同事發生關係 和她老婆和我的關係 對 即是害怕她引火自焚 對 那你現在可能 老婆和那條兒子散了 所以她現在回來 就是汗有這個情況 現在你是一個加害者 對 我情緒上也真的是 在於本台的立場 在於本台 我過日 在於你的立場 我的立場不代表本台 我希望她繼續 她有些花生成果 我分開兩個建議 首先要看她自己 是不是真的覺得 她現在說沒有十成都有五成 覺得她回歸家 就是 是不是 這個事情 如果她覺得 她老婆真的回歸回家 但是 之前那件事 你是不是 當無數 不算了 即是她 可能又出軌 那些你就當沒了一件事 還是你覺得她真的又出軌了 因為這個 這個就是 好像之前我們有說過 一些雜數都有說過 如果有一條刺在心裏面 兩個婚姻是 很容易慢慢慢慢會瓦解到 瓦解了 那 如果其實你覺得 就算她現在回歸 我也沒有辦法繼續跟她 在一起 如果我不搞清楚這件事之前 但其實應該就要先搞清楚這件事 就是她老婆 你們覺得她老婆有沒有出軌 我覺得她老婆應該也有的 如果她說 一直跟一個男士去聊天 沒有十成都有九成機會 我覺得有 即是她又說用她自己的貼圖 即是 怎樣說 其實說真的 有很多女兒 跟其他沒有興趣的兒子 都是一句幾句子 聊完工作之後 就不會再聊其他東西 通常都是 我去做其他東西 或者我去洗澡 就斷了環境 但如果她一直都保持 以她老公這樣看她老婆手機 看到的對話內容 都是斷斷續續 即是大家有說笑 一直嘗試聊天 不停炒通話紀錄 才會不停看見她 聊了多少 她應該是十分懷疑的 嗯 我分析這篇文章 因為她既然這樣問得我們 即是說差一步去到開放階段 這樣 然後很煩不知道怎樣選擇 其實她也想選擇開放的 即是她都說相信她已經回過家庭 但她仍然在煩這件事 即是她也想試一下 試一下其他東西 不要執書 她女同事都想 你想試就試吧 沒有人阻礙你 對 你自己負責你這麼大的 即是試完之後 你就要預算 有一天 就好像你老婆 趁你去廁所的時候 就發現你手機 跟女生有說有笑 又傳自己貼圖 自己樣貼圖給女生 即是婚姻裏面你做得這些事情 你就預算有一天 爆了出來 你們就要分開 兩個離婚 你接受到這件事 你就去做這件事 對於自己負責 對於自己做的事情負責 即是不是說一定 一定 沒事的 一定贏了 你又認識到女同事 然後老婆又回歸家 很難這樣 你有這樣的能力 你有這樣的長處 這個就是另計 歡迎再投稿 是的 投稿他的長處 兇公威脅 你所知 投稿應該是之後的事態發展 彩後報告 彩後報告 如果你真的去到那個開訪階段 你不妨又再投稿一下 即更新一下這個狀況 我們又再跟你分析一下 你跟女同事可以怎樣 怎樣保持住 然後你老婆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還有你可以去 即是 再留意一下 因為既然他可以遞到微信 我覺得就不是 即不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不用遞到 有可能是他老婆和兒子 可能已經散了 有可能是散了 反正暫時沒有人聊 但他找到一個 他可能找到另一個 對 你可能留意一下 你老婆的手機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男人出現 是不是 沒有 大概都是這些建議 還有沒有什麼建議 還有什麼建議 還有什麼建議 先想一下 既然他都檢查到他老婆的手機是怎樣 我建議他現在馬上手機換密碼 那就不要讓他老婆檢查一下 對 對 你要做這些壞事 你要切低一點 你要切低一點 又要做又要被人發現 那就很無謂 當然 就像你老婆一樣 你老婆又要這樣做 跟別人聊天 但是又要被人知道 他就傷害了你 現在你就不開心 你又要做這些事情來麻醉自己 然後又傷害他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惡性循環 當初是為淡氣而已 我想 為淡氣所以找那個女同事 現在淡氣過了 還要找那個女同事 如果再找你 就可能被一個 你的性慾支配了 要冷靜回 再重新思考這件事 會不會偷雞不倒市 渣迷 性慾有很多渠道的輸蝕 是不是一定要那個女同事 你就自己想想 自己這個時候 聽到我們電台的廣播 我再看看左手 看看他問清楚 你又知道他的左手 我先問男同事 哈哈哈哈 好 說到這裡 我們這集 下集再見 再見 拜拜